謝謝陳教授的介紹 那我剛剛陳教授有跟大家提的 就是Servative Process 特別是在新年來的眼鏡 它是一箱利器 就RCT跟我們講說它到底有效 或者沒有效 可是它沒有辦法跟我們講 衛食 但有效 那可是現在實在不一樣 我們對疾病不只要它沒有病的 我們還需要再預防它 那這個時候我們科學的進展也是這樣 我們想要知道去reliostate它的makes 就非常的重要 那特別是現在的疾病的進展 我們以前只是在以前的雞蛋 我們會把病人真的有病跟沒有病 那可是我們透過這個篩檢的推行 除了它有病跟沒有病之外 我們還更能了解說 對那些疾病症情的這個病人 把它找出來 假如我們找 甚至是往前推延到這個癌症病院 假如我們對這群人能達到有效的防治 把這個疾病的智能情人把它切斷的話 那這個治療所 它所要的這個花費 跟這個之後醫療的這個 這個需要花費的 花費的cause就會有 會有很大的這個不同 那可是我們要了解一下 我們需要 在知道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要知道這個疾病的進展的疏癒是 裡面是一個重要的關鍵 不管我們要知道它的 了解它的maintance 或者是後續要進行它的這個causeefective analyse 知道它的這個pamid的扮演重要的這個角色 那在過往我們要萃取這樣子的訊息 通常是要從整個族群的資料去得到這個訊息 那在過往的情形我們是可以這樣子做 那可是想你想要 比如說你現在有一個比較貴的這個biomarker 那你不可能在整個族群去test這個biomarker 看它是陽性或是陰性 然後去推測說 知道我們的族群裡面有biomarker 或者是沒有biomarker 但是我們會面臨一種困境說 我們沒有辦法在整個族群去test 進行這個biomarker的這個test 那所以在這個情形之下 那個嚴教授跟程教授在2004年 發展一個sampling的方法 那就是我們不需要用到整個族群的這個訊息 我們從這個整個desease的口號包含 Normod或者是這個 癌情境變得Normod或者是這個Tensor 萃取部分的人出來去 就這些sampling我們去看它的這個 利用這些sampling的這個data 去推估得到它的這個疾病競爭的數率低一點 第二個我們可以知道在不同的biomarker 在這個不同的疾病競爭裡面 它扮演的這個角色是如何 那假如這件事情可以做成的話 我們就不需要用到整個族群的這個 這麼大的資料 可是我們卻可以得到我們所需要的 那些關鍵的這個訊息 它這個是在2014年 嚴教授跟陳教授做的這個 一個把它稍微重點 把它摘要出來 所以這是整個這個coho 那那個coho包含呢 10,496個正常的case 那來前面就是 Column的這個polym佔了2652個 Provetal cancer佔了760個 所以這個是整個銀泰爾的coho 那假如我要用這個整個coho去 去蒜取這個訊息的話 我需要知道這裡面每人的 疾病發症的時間 還有它的各種不同的state 眼睛的狀況 那所以那個時候就 老師他們就發展了這個 用這個sample的資料 那這sample的資料 從只取了正常裡面 取了305個樣本 那polym取了300 那correctal cancer取了116個 那這算它的這個percentage 那事實上我們真正關心了這個 我們是關心了有病的或者是 HP病的這些case 包含polym跟correctal cancer 那這可以提供這個疾病的訊息 可以提供我們 很功夫的這個資訊 那NOMO在這裡面 當然是扮演重要的角色 可是它通常它是作為一個 contrast的這個 contrast的這個地位 所以這裡面只取了 2.9%的這個樣本數 那其實我們利用這樣子的 利用這樣子的樣本 我們就可以估計在不同的疾病進展 從NOMO到那個很微小的ENOMA 到比較大一點的ENOMA 到PCDP 到這個cancer 它疾病進展的速率是如何 那利用這樣子進展的速率 就能得到回答一個 這個是利用sample得到的資料 那除了得到知道 在不同的state 他不同的這個correct 所扮演的這個 扮演的這個角色 能夠對這個rate 造成影響之外 那得到一個附加的 得到一個 也可以估計到 假如在對於不同的polyp 進去做polypacum 可以得到的效益是多少 那這是一個法律的訊息 因為我們 但很想知道 就常會對此來講 我想知道我 假如對病人做了這個polypacum 可以達到降低多少cancer incidence 這個 evexity 那可是 當然最小方法就是做RCT 而這是不可能做RCT的事情 那透過這個stochastic project 這項利器 那同時結合 結合那個sample的這個技術 這個方法 我們就可以回答這樣子的問題 對於小的 那中的跟比較大的這個polypacum 你可以拿到預防 預防之後 cancer發生的這個效益有多少 那延續這樣子的方法 所以剛剛 在2014年做的時候 是我們是利用一個 那個 都在篩檢的這個立場 它是一個preven screening 就是 並沒有follow的成分在裡面 那所以 我是接續這個任務 就是往後把這個方法 延續到 應用到有follow 很探蓋有follow的這個data 那同時 我們在也把 我們知道 檢查不可能是有百分之百的精確訊 然後我們在這個篩檢的情境之下 把major card error的這個角色也放入考量 那希望用更豐富的資料 用發展這個 sampling的方法 那同時考慮這個major card error 可以評估這個疾病進展的速率 也可以 可以考慮不同的colyp在這個不同疾病進展的state 可以跟它造成的效果有多少 那在篩檢的情境裡面 就是有domo到bgdp 跟到cp 它是一個一連串的進程 不同以往的 兩階段的這個方法 那所以雖然在 這個clinical study的design裡面 case code design 本來就可以克服這樣子 有效率的運用 我們主權的訊息的這個目的 那可是在 在clinical的這個case code design 它並沒有辦法處理有很多 像是moneystay的這個outcome 那 但沒有辦法處理說這個 我們篩檢資料裡面 有不同的疾病的特性 不同的資料的特性 包括我們在篩檢裡面有些 比如說你我們篩檢年齡是50歲 所以50歲之前得到疾病的病人 他就沒有辦法進到我們的篩檢族群 這是有狂天群的這個性質 那因為篩檢的 我們喜歡知道疾病的pcdp的這些 就是在離同症年齡症群的這個病人 那對離同症年齡這個病人 他也有一些特別的這個性質 就是他是有interval sensor 我只知道他發生在某一段時間的區間裡面 可能這個病人確切是什麼時候發生bcdp 這個我們沒有辦法知道 那他當然也包含了cdp 他就是一個要sensor的這個data 那在這裡面 這個在一點他是一個sqin的工具 那當然包含也就可以有成本在裡面 那所以我們就延伸把之前是在 之前是在pregnant screen的立場的這個 這個coho裡面取出不同的outcome 取出他的這個 取出他的sample來 那我們想要把他把這個 利用更豐富的資料包含這個追蹤的這個 最終的這個stine design發展sample base的這個 這個估計的這個方法 所以就climate screening裡面 他包含有nomo 或者是bcdp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疾病 這樣子的這個疾病的特性 outcome 那這群nomo的病人 我們會follow一段時間 像我們國下是兩年的篩檢的間隔 所以在這兩年之間 有些人最愛我們在一開始 判定他是nomo 那在兩年之間他可能會產生 很很快的產生 新發生或者是我們漏掉 變成了這個clical phase 就是變成interval cancer 所以這是另外一個 另外一種的detection mode 那另外一個就是 那兩年的時間到了 對於這些正常人 他有機會接受第二次的這個screen 那第二次的screen 他也可能會被偵測變成是nomo 或者是屬於pcdp的這樣子的個案 那所以就會 這個是creven screen裡面 creven screen裡面所帶有的資料特性 跟stoss even screening裡面帶有這個outcome 那另外一個就是在兩次 在間隔兩次中間 他產生了這個大腸直腸癌 就是變成eat or cancer 那所以我們用的這個epirical data 就是台灣的nation 就是全國性的大腸直腸癌 再減自用bit 當成一個工區 那我們國家的screen policy 是兩年做一次 那所以這個是整個 再減的這個 有程式這樣 就是對於那些reeligible的病人 的這個pubulation 我們會邀請進來 然後對他做提供fit的這個detection 那陽性的病人 我們就會進行那個大腸直腸的確診 然後確診 在交易 把他算成是有病或者是沒有病 那對陰性的病人 或者是沒有病 他就會又會回到這個screen的cycle裡面去 那所以他就構成了我們的這個資料 所以這個是整個 整個co-hole 他長得像這樣 所以在 中文的co-hole他在有 1158,390個 那在eat screen prevent screen 我們就偵測到 他是在屬於bctb state的這個個案 有2494個 那在這兩年的追蹤期間裡面 總共有694個intel cancer發生 然後在第二次的screen 那我們的covered rate 這個repeat screen rate 並不是百分之百 所以總共有32萬875個 Longer跟195個 這個在subsegment screen detect 這是整個這個co-hole 那所以假如我用這個整個co-hole 我手上已經有這個資料 這是一個標準的答案 所以我假如這個整個co-hole 可以得到 我想知道的就是這個 急進進展的速度 是如何 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假如 我們看鈴鈴跟性別 把他當成一個co-hole 我們有沒有辦法 用鈴鈴性別 當成是一個 影響他急進進展的速度 再用for-data跟sample-data 來比較他估計的結果是如何 所以假如用for-data來估計的結果 就是鈴鈴跟性別 他跟他有這個 我們剛才講的 manuals 估計起來是有81%的這個spectivity 那鈴鈴他的這個 這個回規係數 regression confusion 做起來是0.51跟0.67 所以這是一個for-data 那這是其中一個sample-ing的這個compulsion 所以就這個1158,390個 我們只取750個 然後對於這2194個 就只取75個 那這690個我們取了11個 那這傻是一個 那取的這個樣本子就如同上面所知 那所以就是他的sample-ing proportion 那看起來這兩個比較起來是他的估計結果是非常的靠近 所以不管是在SI的proporation 跟他的spectivity 還有他的proporation 對他的desease propagation造成效果 看起來是個我們用我們發展的方法 在for-data跟sample-data都可以達到 相當不錯的這個估計的結果 他有了這樣子的這個成功的經驗 然後我們就會想知道 他假如我改變不同一系列的sample-ing的這個proporation sample-ing skin 對我想知道這個極進進展 不管是bestline或者是properate的效果 會不會造成什麼樣子的影響 所以我就把這個是 剛才我秀的那個是第8組的這個估計的狀況 所以1組就很接近是百分 這個下面是他的這個proporation 那這個subsequent screening的這個desease 我們把它一開始選取 從750個降到最後15個 他這個在那個subsequent的那些case 從195降到50個 他對於interple-case從一開始的98個降到兩個 所以我們就有不同 因為我們總是 這是提供一個 是後我們的signalty design的一個information 就是假如我propose一個方法說 我的sample-ing的方法是可以提供一個有效的 這個有效率的之後做study 就是公司想要評估他的這個biomarker有沒有效益 那人家就會問說那我樣本書要抽多少 那藉由這樣子的實驗 這樣的explication 我就會問問這樣子的問題 假如你的ephyse是多少的話 你可能需要抽多少樣本書 才能對你的這個想要做的很昂貴的biomarker 可以做有效的這個效果 對極進進展的效果估計 使得你這個biomarker 我要跟病人或者跟醫師宣稱說 我可以借我biomarker的診斷 對你的這個疾病達到多少的效果 這個達到防治的這個效果 只是他這個估計是可信的 所以我就試驗不同的這個sample-infraction 所以從D組是最多sample D十組是最少的sample 那這個我們是以sexnp 性別跟點點當成是一個demo 那如果大家可以看見 這個灰色就是用foo data 估計得到的結果 這是頂估計值 就是結果型來的區間 所以看起來它有相當好的coverage rate 它的頂估計值 bias proportion固然是有 不過它的相對上的效果是不錯 它的結果群就可以cover在你 它的用foo data得到這個估計結果 在sexnp就是 它對於它的backside rate 它也可以提供相當不錯的這個innovation 包括它頂估計值跟95現在區間 那當它到這個第八組是一個臨界點 就到第八組之後 它的這個方法的 它的去期量就會不足 不足以支撐這個 這個方法所需要的去期量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也算了它的coverage rate 跟它的這個santific power 這個對一個新的版 昂貴的backside rate 是一個重要的innovation 因為我們所要的 不外乎就是一個 小的alpha arrow跟大的這個power 所以 我們可以看到它這個santific power 都可以到第八組之前 都可以接近80%以上 這可以是達到統計上的這個需求 那這是另外一個h的這個表現 所以我提供提的這個方法 它的確是可以有效率 在這個beta的這個時代 我們可以提供做一個好的the algorithm 可以達到我們這個 用toto-money state的這個santific process 的這個方法架構之下 把訊息萃取出來知道其境如何進展 同時也可以評估不同的coverage 意思就是應用在這個不同的beta mark 對其境的進展有什麼樣子的影響 我們謝謝徐醫師的 謝謝